好 孩子 舅舅今天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女儿还活着 知能大师说得对 上天自有好生之德 是杀你的仇人 把你的女儿养大了 竟书还活着 你全下有知 保佑太子殿下 从疯贼手中夺回权柄 匡扶天主 为你们夫妻俩报仇血恨 也为天下忍辱曲节的读书人 出一口恶气 会儿 岳阮 GRAZU 1 2 1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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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谁让你辱受这么重的内伤 我跟他拼了 朕要是有人伤得了我 你拼得过吗 我在入定时被人装破 命中该有刺剑 怨不得旁人 谁啊 到底是谁啊 说了 不关别人的事 你这么极力回护之人 必是厨子父 总算是没有奔到家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好 好 当年仓促一别 不知我的宝贝孩儿 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 他好不好 乖不乖 他懂事吗 有没有好好孝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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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 师父 今夜不用回韩元殿当职了吗 师父放心 韩元殿有人当职 再说 还有那个南郡妖女护着她呢 你难得清闲 早点回去休息吧 居然学会用功了 折门秘术江湖传闻不少 但真的谁也不知道 这些外行编书片银子 多半是以讹传讹 不可尽信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歹毒法门 实实可恨 这折门秘术传女不传男 只因世间多半怨偶 大半皆因男子变心所致 所以挖皇遗后传下此方 待女子出嫁之日被密授此数 其实是怕男人不要变心 以求白头偕老之意 这么说 这最早发明折门秘术的人 倒是个伤心之人 只因人心不足 愈演愈烈 竟加了许多歹毒在里面 早已背叛了初衷 师父从何得知 我年轻时 曾吃过折门的亏意 多少知道点东西 我是不是无意当中得知了什么 你多虑了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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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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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呢 有有有 都在后面 我们两个人抬不动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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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骗他们了 我们没有酒 你们俩什么都没有带嘛 你们到底带回了什么 你别着急 过两天 有你们好吃好喝的 什么意思 过两天 白嫡的新国主 要押送粮草 经过仙民山脚下 我们等大军过去 我们就跟在后面 捡吃捡喝 连过年时候的粮食 都有了 好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大家 我没有吃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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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有野狼攻击你们的时候 莫要回头 用这把匕首 狠狠地刺向后面 他若要攻击你们的脖子 这一刀 他就完了 不过这把匕首 是用木头削的 砍不断骨头 所以 你们只有一次机会 千万不能纠缠 可是 你是怎么知道 我被狼咬过呢 看 被狼咬过 被狼咬过 就算你被狼咬过 但是 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能要你的东西 小兄弟 小兄弟 你说白狄过有粮草 经过鲜明山脚下 这把匕首 就是感谢你告诉我们 这个消息的 所以请你收下 还有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被困的天楚君在哪儿 你问天楚君干吗 楚君 在野马峡谷啊 好几万人哪 他们粮食就是天楚的军粮 但是被白狄抢走了 野马峡谷怎么走 野马峡谷怎么走 你们到底要问哪条路啊 宽叔和英姐都被困在大军里 我们要赶去野马峡谷救他们呀 可是白狄国在仙明山里 你不是说要救出大军吗 晚宫当晚强 勤贼先勤王 我们一个人之都没有 拿什么去救他们 原来你孤身犯险 是要以一己之力 去对付白狄国的一国之主 太危险了 险中才能求胜 那我陪你 小兄弟 可不可以带我们去仙明山 等一下 你又不认识他们 干吗跟他们废话那么多啊 只凭你们两个 如此青春年少 真不忍心看你们去仙明山上送死 回去吧 莫让父母悬心 千辈 请借一步说话 来 我还知道一种对付野狼的方法 看好了 快说 快说 什么 书 你看啊 千辈 晚辈敬书 给您见礼了 好 年轻如此好 何必如此固执 战场上刀剑无眼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岂不是让父母心疼死 我从小就没有父母 是义父 抚养我成人 前辈 您有什么想问的 就尽管问吧 他 你义父抚养你成人 你更应该好好侍奉他 怎能辜负他的养育之恩 还好 义父身边有韩光哥 有哥在 就算有什么闪失 哥都会带我们尽孝的 狠狂 狠狂 请公子为我这孩儿 赐个名吧 不合适吧 我无苦无依 走投无路 只有公子不厌弃我们娘俩 就请不要推辞了 这孩子 他姓什么呀 是 终离二子是我毕生的耻辱 他外婆姓韩 要不他也就姓韩吧 韩 风潇潇溪 溢水寒 你始终不肯提着孩子的生父是谁 我自己酿成的大火 我愿意一个人承担 舅舅韩光可好 光 光 虽然你是个私生子 但娘亲期盼你长大之后 能光明正大地认祖归宗 好 想想替孩儿谢过公子 赐名之恩 永不忘怀 前辈 您脑不舒服吗 没什么 没什么 所以你们是兄妹三人 我们是四人 四人 那一人难不成是太子 前辈您身处江湖之远 对天下事缺尽之 天下人都知道你义父是太子的授业师 他有你们倒也不孤单 是 多谢前辈关心 不过 我义父生平 对一个人念念不忘 不知 你们兄妹四人 放着师哥在京 却让你一个小女孩去边关范县 是何道理 绿营去哪儿 我去哪儿 好 前辈 我虽然不知道 你和我们家有什么渊源 但是请您不看僧面 看佛面 杭光 娘亲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师哥的娘亲 仙女应该高高在上 怎么也管人间打仗 我不是什么仙女 我和你一样 都是天楚的子民 天楚的军队 沦陷在包围圈里 龟云关还无人防守 白敌国 随时都可以打到我的家里来 我的国家 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 我不能什么都不管 龟云关还有人防守啊 还有一队人吗 什么 龟云关有人防守 嗯 好 我要走了 以后没有人来给你送饭了 希望你以后能清静 好 女檀月隐居这么久 竟说走就走 看来是很重要的事 你就放心去吧 不用牵挂我 我可以的 我来时想请你住到我们家的 那边过躁俱全 你照顾自己也会方便一点 其实 我也一直牵挂俗家父母 很想回去看看 不日就会启程 走之前我就不搬来搬去了 在这里很好 谢谢你给我这个容身之地 你多保重 莫愁恭送台月 还不接小时 也不信 不客气 比如说的 和我做的 你说说我的缘分 如果说到怨恨 你才更有理由恨我才是 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我一直以为 是我害死了你 本来 跟着顾昭辉会白嫡 做国主大妃的人 应该是你 我在行脚途中也听说了 顾昭辉 回到白嫡继承王位 我也是经历了生死的人 才明白 这一切 本就与我无关 只是 你们 为什么来这吃人的沼泽地 我们只是心急 抄近道过路而已 因为 赵无害将军 被顾昭辉 围困在野马峡谷 什么 顾昭辉初登大宝 便举兵犯京 太子拜赵无害 为征敌大将军 率武安大军 拒敌于边境 谁料全军背负野马峡谷 粮草不尽 现在眼看着武安大军 就要被困死在那儿了 所以 我们要赶过去 帮助他们脱险 五万大军 那我哥 所以 我真难想象 他们到底还能坚持几日 那得是多大一场浩劫 狗蛋二毛 你们小心点 狗蛋 二毛 抓不着 抓不着 站好 等一下 站好 等一等 狗蛋二毛 过来 下来 来 坐下 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让我去见顾昭辉吧 我知道 过去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你们相信我 我不能眼看着一场浩劫在即 却坐视不管 过去的擒和仇 就算你可以放下 可是那个顾昭辉 毕竟要过你的命啊 他能杀你第一次 怎知没有第二次 过去 但是 我也对你动过沙心 差一点就伤害了你 那种起心动念 四肢后怕 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我相信佛力加倍 让我幡然醒悟 顾昭辉也会有的 可是 那个假如是 凭你法后莫愁 我们继续赶路吧 好 好 好 走啦 快点 快 来 快点 走 走啦 别乱跑 过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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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要去救储君吗 这么一点人怎么救啊 狗蛋 二毛 你们都过来 过来 你们现在武功非常高强 一会儿冲进白底 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怎么样 好 好 那咱们就可以命令他 把所有包围撤掉 要是你不听话就把你砍 把你砍了他对吧 把你砍了 你们别闹了 你们不去白底 你们到前面的镇子上 暂且躲避一下 我就不送你们了 你们要安顿好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也要 此行危险 我们不怕危险 我们不怕 我们不怕 钟离前辈说 翻过前面那座山 就是仙明山南路了 你该睡觉了 这样才能养足精神 让我驻起你的梦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亲贼先亲王 只要我们学会白嫡谷语 混入他们的阵营 也并不是没有生算的 可是你也听说了 白嫡谷语 连白嫡百姓自己都不说 这怎么能混得进去呢 难道你要靠武力进去吗 没有世道临头 很多事情 想也想不清楚 那万一混不进去呢 那就硬闯 唯有生擒 这是唯一的机会 也是九死一生的机会 不 连一线生计都没有 那可是重兵把守的军营 岂不是有去无悔 你就别担心了 有具体的标志吗 白嫡由七个部族组成 分别是怀戎 恶伯 女修 颓书 义渠 和义 还有图个 他们的战士分为五个等级 分别是军官 长官 士官 勇士 还有兵族 而且他们会在衣服上 把自己的身份 标识得很清楚 一望便吃 什么人 楚人 干吗的 我们找人 找什么人 兄弟 父老 别找了 找不到的 为什么 还没找 你们怎么知道找不到 找到了也不一定是活的 听人劝 吃饱饭 前面不远就是军营 你们连第一道盘查的官抢 都过不了 懂吗 何况还有女人 我咱们说 我知道是军营 你不认为是要 你不认为是军营 我认为是军营 什么事 我认为你 你不认为是军营 天主女子倒是美貌 那傻小子怎么敢 再往前走 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倒是菩萨心肠 这两国交战的年月 严守着奔死的人还少吗 何必不放他们一条生路 好心人 有好报啊 走吧 驾 驾 别怕 有我的 我是怕 像刚才那种情况 如果一旦他们动了坏心眼 该不该手软 手软只会留下祸患 驾 驾 看来 我们真的进入白帝的管辖范围了 越来越多白帝兵了 驾 什么人哪 问这个干吗 前面打仗 此路不通 我看你们男女同行 飞奸即盗 说不定是奸细 绑起来 搜身 我看 这 前面不远就是关卡 你们万事小心 前辈 你也都保重 有这身衣服应该能避免很多麻烦 可惜 我不能陪你们走一遭了 您指点路径 又亲自相送 这些 就已经足够盛情了 这个 给你 这 是何意 您看了以后 自然就会明白 靖叔姑娘 我还有一事不明 请讲 你这位师兄好俊的功夫 不知是只有他这么厉害 还是你的几位师兄 都这么了不起 前辈为何会有此疑问 没什么 我只是一时好奇罢了 你们师出名门 自然是好的 前辈 您到底想问什么 您就说吧 是啊 我 我 没什么 其实 功夫能防身就够了 其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是平平安安 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告辞 我总觉得 这位中离前辈 和我义父之间 一定大有渊源 我总觉得 这么 obscure 她是寒光娘的 我们该出发了 正事要紧 走吧 好 统领请进 你们会白地鼓语吗 不会 我以前行脚时有人交过我两句 多少钱太贵了 不过好像派不上用场 怎么办 实在不行 就装聋作哑 比手语 我们会被抓起来吗 那倒是个机会 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走 谢谢 过去吧 官爷 来 走吧 快点 官爷 过关卡的时候 要跟紧吗 走吧 好 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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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你走 你走